首先第一個 所以學習 為什麼要先從馬賽克開始 那馬賽克 如果你現在馬賽克的話 他會變成怎麼樣 他可以隔著撞 還可以去調整 有沒有 這個這個多大多小 都可以這樣子 感覺很好玩 因為你會發現 現在很多網紅 他好像一定都要會先把部分馬賽克掉 因為有些東西他好像就不讓你看到 我覺得 慢慢大家比較有意思就是說 那個什麼肖像權的問題 以後的話 你如果不小心拍到別人的畫面 還是記得把它馬賽克掉 不然的話人家可以跟你抗議 甚至可以告你的 侵害到的肖像權 尤其是你要把影片發布到YouTube上 這個可能又更有必要 另外可能不只是人 像如果你的那個 拍的東西裡面有拍到人家的那個logo 有沒有 比如說人家的那個麥當勞有沒有 或者什麼啦 反正只要是人家那個商標 還有就是人家註冊 甚至汽車的那個mark 只要是人家的公司的一些形象或什麼 你就要有必要把它馬賽克掉 這個可能是慢慢要建立的觀念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就就是影片po上去 也不管路人 是不是能已經就是上了你的YouTube影片 什麼都上 那這樣我覺得倒是不好 國外的影片他比較負責 國外的影片 就會把不認識的人 如果沒有經過他同意 他們一律都會把他做馬賽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看過其他那個網紅 國外的網紅的影片 另外第二個你像Google地圖上面 那個什麼街景 你會發現街景上面的人 他會把他馬賽克掉有沒有 另外街景上面的那個車牌號碼 還有那個有些時候連那個門牌 他都會幫你馬賽克 不過我覺得他 你會想說哇 那那麼多東西怎麼馬賽克 跟各位講絕對不是用人工做 他們背後也是寫程式的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各位 如果有機會一定要把程式學好 因為如果你用人工做 那你永遠做不完那些事情 所以他就影像辨識 只要看到車牌 車牌有固定的類似的那種特性嘛 比如一定一個框框 裡面一定會有英文跟數字 他如果找到類似的東西 因為他自動把馬賽克起來 或者看到人臉 人臉大概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他就自動把馬賽克 之後如果有一些缺漏的話 再用人工去檢查 這樣的話才有辦法 不然你會發現Google地圖 全世界有多少街景 哇 那不得了 如果用人工來做的話 那永遠做不完 OK 好 那首先第一個當然你馬賽克 剛剛同學問的第一個問題 這個馬賽克 如果你是要針對某部分的部分 因為你假設 直接馬賽克他是針對背景 直接馬賽克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針對哪個部分呢 假如說老實我不希望全部馬賽克 我只希望針對他的左眼 右眼不要馬賽克 OK 那怎麼辦 但第一個 你剛剛是怎麼做 你說你會了 就選舉 然後右肩然後可能會 對啊 就 那 所以動一手你就會了嘛 好 所以 是不是這樣先選這邊嘛 但如果選的範圍 你還可以用不同的選舉方法 你可以椭圓的 你可以正方形都可以 好 那比如說我今天假設了我不要我這個 我用椭圓的好了取消選舉 好 然後利用那個椭圓工具 選這個這樣看起來會比較OK 好 這一塊哦 那接下來當然呢 你可以選這一塊去做那個濾鏡 比如說你選舉 假設你現在因為有個選舉區 假設你這個時候打馬賽克 你會發現這個馬賽克有沒有 他就幫你加上去 這時候的話呢 他就只會針對這個選舉區做馬賽克 最後記得把它取消選舉 OK 有沒有發現 這樣的話就只會針對那個眼睛做馬賽克 另外第二個做法 Ctrl-Z一下 我把它恢復一下 恢復成Ctrl-Auto-Z 把它復原一下 第二個方法是哦 我選舉這個眼睛 並且哦 把這個眼睛做什麼呢 把它變成塗層 塗層 要不你就針對選舉區 要不你就針對塗層 那塗層的話特別重要 你可以最簡單的方法啦 Ctrl-C 再Ctrl-V 這個時候有沒有 Ctrl-C Ctrl-V之後 注意一下 這邊就多一個圖層了 那這個圖層是針對你選的 他會把選舉區 變成一個圖層 那你可以針對這個圖層去做馬賽克 所以假設我游標現在是停在這個圖層上面 那你可以把眼睛閉起來 比如說我今天把背景眼睛閉起來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 只針對我剛剛選舉區變成一個圖層 那你可以針對這個部分呢 做馬賽克的處理 比如說這邊的話 可以去調整他的方格 再把背景叫出來 也會有這類似的效果 所以方法至少很多種 我們每個方法 最後你也可以把這個圖層再把它合併 所以這個按右鍵 你也可以 再把這個圖層怎麼樣 你也可以 把它這個合併 向下合併 或者是把它合併到那個可見圖層 這樣的話 他就沒有這個圖層了 OK 那表示說你就不能變更了 那如果你將來可能還會變更 那你就把圖層留下來 另外如果你要刪除圖層的話 把馬賽克拿掉 就拖拉下面一個垃圾桶 放開 圖層就不見了 OK 這些都是操作的小技巧 OK 主要你如果熟悉這些東西 以後ForeShop要做什麼事情 就會更加的駕輕就熟了 OK 主要我們這個課程 就是要各位熟悉這裡每個功能 那也許你暫時還沒有用到 不過你可以自己再花時間 每個都玩玩看嘛 玩這東西其實不花時間了 然後呢 玩完之後你可以把那個效果 他會記一下 以後呢 如果你要套用在某一個效果 就可以有這個效果出現 那你畢業專題製作 就會很多很多的變化了 不會說 像以前 你們學長姐如果不會ForeShop 完蛋了 圖的部分就感覺好陽春哦 為什麼這些圖沒有辦法做的 這個更加的讓人家眼睛一亮 沒有亮點 OK 所以這點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你們將來如果要到公司面試也是一樣 你一定要有亮點 所謂亮點就是你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作品 或者有沒有什麼證照 反正你就是不只是大學文憑 我想大學文憑現在已經算最基本的 除了文憑之外你有沒有更多東西 而且文憑可能裡面還會 像現在還比較你是私利的還國利的 或者這種迷思 或者是你是哪個科系的 OK 不過以目前看起來 你們應該處於比較不利的那個 比較相對比較不利的那種狀態 因為第一個可能人家國利的 第二個可能要理工的或商學院的 文學院可能會認為說你的技能可能不足 大部分會有認識 所以相對的給你的薪資好像也會有歧視 我覺得這不合理 但是你要為 你還是要證明你自己是OK的 所以有沒有辦法拿出一些東西來 這可能比較重要一些些 比如說你可能 請看我的YouTube頻道 我YouTube頻道上面 訂閱人數已經超過多少人了 至少我說我訂閱人數已經21k了 對不對 我上面影片已經傳上2萬多個了 或者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像部落格 我部落格上面也寫了上千篇的那個 部落格文章了 你有沒有累積一些東西 這都是以後跟著你的 或你的證照 像我證照也塞幾張 我也可以拿得出來 對不對 即便你不是本科系的 沒關係 反正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證明 比如我來上這門課 剛開始 其實上 就是 這個 呈上去的時候 他們就 就有點 說 這老師好像是 這個中 中文 博士 他這個怎麼來教電腦 他會質疑你 後來我就附上我的所有證照的那個 因本 馬上就通過了 這老師太酷了吧 怎麼 本 非本科系 但是還有這些東西 所以 基本上你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 即便本科系也沒那麼多證照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的話 大家跟各位 補充說明一下 剛剛同學問 再來的話 我們分別 把題目裡面要的效果分別完成 那第一個要我們做什麼 利用異化的效果 OK 來做什麼眼睛跟尾巴 必須如何 那所以眼睛 我剛做過 一 異化 不過這邊應該是不需要做那個 塗層 直接選就可以 所以 一 我們就濾劑裡面的 異化效果 二的話 就是把他的眼睛 當然不需要那麼大 如果這麼大 當然也可以 或者你可以把它縮小一點點 大概50 壓力 密度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再調一下 壓力也可以再調一下 那我可以用什麼收容 因為我眼睛要變小 所以眼睛縮小 把它點一下 那盡量點中間點 不然會縮得很奇怪 盡量呢 不要縮得怪怪的 而且你會發現 這樣子 假設你那個 這邊有沒有縮上面下面 我要盡量比對一下 看有沒有自然一點 這邊眼睛的話也是這樣 記得點中間 你不要點歪歪的 因為歪歪感覺他會變縮旁邊 所以盡量呢 這個十字的中間 點一下 然後大概這樣好了 第一個 我們就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 就是尾巴翹起來 不過尾巴翹起來 我覺得比較困難 因為我做很多次 真的都不盡理想 那要怎麼做 一一樣用那個 上面有一個指尖工具 類似的 向前彎曲工具 二的話筆刷大小 不過筆刷大小 不需要那麼大 大概30左右吧 或更小 你可以呢 參考一下那個完成的檔案 他裡面長的 就是會有不太一樣 不過現在好像切不太過來 我可以 另外再用什麼呢 這個TIFF 可以開啟檔案的話 用那個什麼 用裡面的相片檢視 這樣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他就這樣長 盡量越長 越像越好了 至於 怎麼樣 剛剛好 不過很難 剛剛好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基本上 一 我們就直接先把筆刷縮小 然後再來的話 看一下他從哪邊去 長 從這旁邊有沒有 所以從旁邊這樣長 可是真的不太容易 細節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完成 那我大概做個大概就可以了 OK 有時候你可以怎麼樣 他好像是這一塊 先讓他整個很大一塊 這一搓整個大的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先 把它用比較大一點的 像大概一百吧 把這一搓有沒有 會不會太大 這個 太大了 Ctrl Auto D 好 沒關係 Ctrl Auto D 按一下 那你可以再把它縮小 大概就這樣五十左右了 然後 把它 再這一搓 先讓他往上一點點 讓他有那個弧度出來有沒有 先讓他出來一點點 出來一點點 再慢慢長出去 所以這邊再改成 十五啦 或二十之類的 慢慢再讓他長出去 長出去 太少了 OK 所以這個 我說這個很麻煩 還要再花一點時間 反正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像呢 還是有點差異 好 細節 感覺這個指尖太小了 自己再把它完成 上面這一塊怎麼回事 剛剛可能不小心碰到 好 那 然後再把它全部復原好了 好 他要復原 OK 那 其他部分的話 請各位 試試一下 所以剛剛收攏工具 先把它大概改成 五十 然後先縮小 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縮小 那縮完之後的話呢 你再去 把這個地方用這個指尖工具 向外一下 向外 實在是非常的不好用 OK 然後再來就是把指尖稍微縮小 三十 OK 然後再把它調一下 OK 實在是不好用 好了 大概就可以了 好 假設按確定 不過這個是蠻失敗的 你盡量做的比較像一點 做完類似長這樣子 接下來呢 最後我們還要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把這隻鴨子怎麼樣 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怎麼把它放過來最快 其實呢 利用那個選舉工具 應該用什麼 快速選取吧 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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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用魔術棒工具 OK 然後呢 怎麼樣呢 把選舉區怎麼樣 再把它反轉一下 Ctrl C 再切到背景 Ctrl V貼上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本來這個圖層是關閉的 把它打開 那怎麼樣呢 我希望把這個圖層變成這樣子 怎麼樣可以把這個圖層 變成長這樣子 題目裡面有提示 它說 這邊的話可以利用一個濾鏡 這個濾鏡叫做什麼呢 這個濾鏡的名稱叫做 這個就是放到這邊 它說 可以利用 整個過頭 在這裡 鋸齒狀濾鏡 可以有做出那個效果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那個鴨子的眼睛跟它的尾巴 我想你盡量用 越接近越好 試一下 眼睛收攏 然後尾巴往上 所以把圖層的 這個眼睛打開 它就浮在 它就變成在上面 那第二個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要把這一塊 特別是要優標一定要放這個圖層上面 那做什麼呢 你可以利用那個濾鏡裡面 題目要我們做的是 有一個功能 叫鋸齒狀 他說鋸齒狀 這個應該是在哪裡呢 鋸齒狀 鋸齒狀 我看這個 他有圖層一套用鋸齒狀 那鋸齒狀的話呢 你找一下他的位置是在 哪個地方 鋸齒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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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曲 對 這個 OK 鋸齒狀 然後 不過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現在加這個效果上去的話 他會有一個 好幾種選項 然後 這邊的話有池塘 還有圍繞 另外還有遠離啦 他還有好幾種效果 他請你用那個 預設這一個 那不過你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他會變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 他是 以這一張圖的中心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不要以這一張圖的中心哦 而是希望呢 以什麼 以這一個圖層 當成中心的話 那我們把它Ctrl-Auto-Z 把它復原一下 復原之後呢 請你多做一件事情哦 就是 如果你今天不要以這張圖為中心 你就重新告訴他說 哎 你 從這個範圍 OK 給他一個範圍 然後呢 這個範圍呢 幫我當成是那個 就是 所以中心點你會發現我們要的結果 就看起來像這邊是中心點 所以選的時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就選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中心點 那以這個當中心點 所以他剛好就會有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效果出現 另外的話 你會發現鴨子在上面了 所以 理論上應該是那個圖層 鴨子圖應該在放在上面 不能被蓋住 那選一個範圍用那個矩形 接下來的話呢 用那個濾鏡 找到我們的鴨子狀 找到我們的鴨子狀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塗層 因為我選到這 應該是選下面這個 然後給他一個範圍 給他一個 這個範圍 選起來 跟他講說 這個範圍裡面鴨子可以先躲起來 OK 然後呢 我們濾鏡裡面的這個效果 那剛剛的這個鴨子狀的部分 我們把它加上 你會發現上面會有一個 類似要的結果 不過顯然跟最後要的結果 好像不太一樣 那你可以把什麼 總量增加一點點 你會發現好像越來越接近 但是至於多少 請各位自己再試一下 差不多90左右吧 我看一下 90 那這個 突出來的地方 多大多小 你可以再試試看 盡量呢 以那個最後 跟完成檔越接近越好 這個至於怎麼調一下 你們自己再調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有個連鷹出現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鴨子放上來 這時候的話 他就可以 剛剛好 不過盡量 我是建議就是說有幾個 地方 盡量也許這個中心點好像感覺 應該往前一點 會比較 比較完美一點吧 因為他剛好鴨子就 浮在上面 這效果是最好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這個圖層 放在鴨子的下方 把他眼睛打開 並且用那個選舉工具再選一下 那至於選哪裡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我選這裡的話 整個 他的中心點就在這裡 那如果我先讓他往前的話 你可以選取區 選到這邊就好了 他的圈圈就 剛好在這裡 不過也許 你們先 模仿那個完成檔 如果說 將來變化題 變化題部分的話 請各位 自己再找一個別的東西 反正我要的東西就是 第一個 可能你不要鴨子 你可以用別的東西 可能可以 變成 其他動物吧 底下也許 或者是找一隻青蛙吧 青蛙跳下水 不通 有一個那個水 波的效果 背景也許換一下 來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 就是 鋸齒狀的效果 先加上去 我們把那個旋轉效果 其實是背景部分 所以這個背景 不過這個背景 將來如果說 你們要做個變 變化題 比如說這一題的變化題 一樣 你先看一下 它的尺寸 我有把它的尺寸 改成那個 就是 本來是好像 它的大小吧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個 它的這個尺寸 六百四乘四 六百四乘四 六百四 個像素 所以待會 也許你們可以試 看 背景的話 你也許可以 自己用那個 油漆工具 或者是什麼 其實你如果 要不一樣的效果 其實這邊都有蠻多的 像這個有一個 格狀 你當然你可以 自己去挑一個 挑一個效果 然後把這個 這個背景的部分 把它做一個填充 把它填滿一下背景 那比如說你要填 其他顏色的話 類似像這樣 從上到下 這邊有非常多的效果 可以去修改 然後 也許把這一題 稍微做個變化 換個動物 換個什麼東西 然後 線條的話 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這個 最後的部分做完 就是這個背景 我需要做旋轉效果 做出來的效果 類似像這樣子 你會發現 它就一個旋轉 本來是像這樣的效果 經過旋轉之後 它就變成有一道彩 好像感覺一道光芒一樣 那其實就是繞一圈 把它做360度旋轉 這裡的話 第一個 我們就是找到濾鏡 濾鏡裡面的那個效果 優標先記得放在背景上面 濾鏡裡面 一樣找到扭曲 扭曲裡面的話 找到那個哪一個呢 它有一個旋轉效果 其實就旋轉360度 那旋轉之後的話 其實就這個效果 其實你也可以看其他效果 像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 反而不一樣的效果 有不一樣的結果 我們先照那個題目要的 先試一下 按確定 它就這樣子 很簡單 然後要旋轉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效果不OK的話 你也可以試一下 在那個什麼呢 在濾鏡裡面一樣 它還有什麼呢 這個旋轉效果 還可以做什麼 什麼其他的呢 其實你如果用這一個 然後還有百分比 加 有沒有 減 這邊有這麼多效果 我這樣子呢 按確定 這樣 如果把鴨子放上去呢 好像還不錯 OK 還可以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也許待會做個變化題 反正就是跟這個不要一樣就對了 一個是要一模一樣 一個是要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換一個動物沒有關係 不過那個動物也沒有很奇怪的動物 OK 你去網路上找一個你喜歡 然後盡量有營造一個類似的效果 反正就是浮在上面 最好是那個一看就覺得很好笑 或者很有創意的那樣的好方式 盡量去使用這邊所有濾鏡 反正盡量去變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今天的話呢 至少202有一個是完成的 的一個檔 另外一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個變化 也是在我們類似的 這個這個裡面去做變化 所以基本上也是利用那個 換一個動物啦 然後 裡面的話也許本來眼睛縮小變眼睛放大 然後尾巴的話也許可以做一些 其比較特別的變化 旋轉 旋轉 它有一個是旋轉180度 一個是旋轉 一個是旋轉360度 一個是旋轉180度 兩個效果的話 我想因為效果不一樣 所以 你們 另外一個變化題 可以 自己去搭配一下 盡量越不一樣 一題是 盡量 越一樣越好 另外一題是盡量越不一樣越好 然後一樣存成PSD跟JPG檔 所以 今天的話 基本上 這一題的話就變化題 怎麼樣